《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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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要跟你说一句 我不太相信历史教科书 因为历史 比如说在没有文字 以前是口头相传的 在传的过程里头 很容易掉链子 即使是有了历史教科书的话 它常常是一个胜利者的历史 而历史 有些历史学家 他真是为了迎合 迎合统治者的 这个意愿 也按照统治者 胜利者的一个口径 来写历史 或者是他自己的价值观 价值观不一样 价值观不一样 所以对历史的审视 审查 也不见得客观和全面 还有他个人的爱好 好和好恶 比如对历史人物的好恶 他可能就会非常片面 你比如说咱们对鲁迅 对鲁迅 对孔子的这种态度 就非常不客观 其实我觉得忽视 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人 文化人 所以我不相信历史 我的很多书 好几本长篇小说 都是对历史的怀疑 当然我也不能 我写了有关历史的小说 但我也不能给读者一个正确的 我也不能肯定的回答 但是我想告诉读者 你要看历史 看这边 要看那边 比如这个包 人家说只有三个拉链 It's not true If you turn this way 没有拉链 就是要告诉读者 你要两边去看问题 多面去看问题 我也不能给他一个准确的回答 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我发现 你对历史 或者对很多事情 你如果连着问三个为什么 他们的问题 他们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我非常喜欢问 从小到老 我总是喜欢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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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任何事情 这个作为一个文学创作 真的是一个 作为文学创作 或者是画家 或者是诗人 或者是作曲家 你让他说他的创作过程 那是非常 不能物质的表达 很难用物质 就是语言来表达的 那是一种心灵的瞬间的爆发 所以很难我告诉你 我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 说到中国的历史 写到一般的人民 我不这样认为 因为为什么 中国过去的历朝 被人家交换代 都是一个农民造反 然后变成皇帝 所以他 当然要写他的历史 造反 它不是革命 它就是 每一次都是 包括 我不说了 都是从农民 为了自己的利益 造农民的反 其实是 然后他当了皇帝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像陈胜吴广什么 他都当了皇帝 最后好像是写了《老百姓》 其实最后都是他们皇帝为自己的造反歌功颂德 你知道 我不认为他们写了《平原老百姓》 《心》和《灵魂》 这是故事和文学的区别 写故事的作家 一两步以后就没有创作源泉了 如果你的心和你的灵魂是非常敏感的 或者是非常扩大的 那世间万物那么千奇变化 你随时都可以感受 你随时都可以写出来很好的小说 不会枯竭 你的创作源泉不会枯竭的 非常遗憾 很多人以为我是个女权主义者 但是我不是 我认为女人自己的问题也非常多 尤其是在法兰科夫 妇女权主义者开会 我上去演讲 我说到女人的问题 当然社会和男人也不公平 你自己就把你当商品卖了 你说的这个理论 早就很多年前就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要独有来评划 我不能出去自己 但我肯定的一点 我是一个文学作家 不是讲故事的人 或者是想办公脏的 好 好 him